这对夫妻偷偷摸摸地推开了女儿房门 眼看女儿已经熟睡 趁此机会 男人赶紧下手 将熟睡的女儿抱下楼梯 进入厨房 女人打开烤箱门 男人小心翼翼地把女儿抱了过来 他们俩亲手亲脚地把女孩放进了烤箱 生怕弄醒了女儿 两人一对眼 迅速地关上烤箱门 得儿 女孩一下子惊醒了 她惊恐不已 疯狂地叫喊着 一脚踹开了烤箱门 风一样地往外爬 男人一脚将她踩下 用力地将女儿塞进了烤箱 关上烤箱门 女儿在里面使劲地敲打烤箱门 撕心裂肺地挣扎着 为了防止女孩再次逃脱 他们用黑胶带死死地缠住巴授 封住烤箱门 女儿隔着玻璃苦苦地哀求着父母 她俩却好像什么也听不见 女人打开了煤气 女儿快要被呛死了 两人相互点了点头 启动烤箱开关 蓝色的火焰瞬间点燃 父亲俩就这样在外面 面无表情冷冷地盯着女儿看 她被烧焦了吗 事后这对夫妻被抓时 亲口说在和女儿相处的十年里 他们每天都想要杀掉她 有时候半夜起来准备动手 却发现女儿都没有睡着 在地下室准备工具 却被女儿趴在窗户上发现了 所以每次计划都失败了 这对夫妻为什么就那么想要 杀掉自己的女儿呢 原来几天前 社工大美接到了她的第39号案件 报案的小女孩叫小丽 小丽声称父母总想要杀掉她 希望善良的大美 能够领养她把她救出去 第二天大美就急匆匆地来到小丽家 都上午11点了 小丽家居然门窗紧闭 大美敲门表明身份后 女儿才很不情愿地打开繁琐的大门 进门后 女儿死死地盯着小丽 楼道里的小丽显得非常害怕 大美要求父母一起进行家庭访谈 男人这才出来 她凑在女儿耳边说 这女儿可不是好惹的 更奇怪的是 在整个和家长面谈的过程中 男人都从不和大美谈话 而是通过女儿向她转达 而旁边的小丽也一直感觉非常恐慌的样子 这三个人的一举一动 让大美觉得 这对夫妻肯定有问题 第二天正当大美决定 申请警方强制介入时 这对夫妻却主动来到社工单位配合调查 爸爸妈妈的表现和昨天在家的表现截然不同 这让大美的上司觉得这个家庭没有什么问题 并且怒斥了大美是不是想多了 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父母 想要杀掉自己的孩子呢 而且还杀了十年 然而看到这夫妻俩突然这么大的转变 大美觉得这对夫妻更加可疑了 果然就在当天晚上 大美就接到了小丽的电话 小丽说自己的父母 今天晚上就要杀掉自己 希望大美能赶紧过来帮助她 情况紧急 大美披上外套就匆匆的出发了 去往的路上她给A警官也打了电话 女气十分肯定的告诉她 女孩小丽今晚就会被父母杀害 听到大美这么肯定的语气 A警官也点将信将疑 等大美赶到时 A警官已经提前到他楼下 来不及和警官解释 大美就急忙上去敲门 与此同时 女儿被惊醒 她开始疯狂地大叫起来 一脚踹开了烤箱的门 疯一样地往外爬 男人则将她踩在了脚底下 女人拿过胶带 拽起女儿的头发 利用胶带死死地封住了她的嘴 夫妻俩硬生生地拖着女孩的腿 将她又塞回了烤箱中 女孩拼了命地想要逃出来 揭开嘴上的胶带 撕心裂肺地挣扎着 她苦苦哀求着父母放过自己 可两人就像是听不见一样 利用胶带 紧紧地将烤箱把手封死 然后打开煤气 按下开关 蓝色的火焰一下子就点燃 父母就这样死死地 听着女孩被烤死 听到了女孩的惨叫 A警官直接碰门而入 直接冲进了厨房 看到被困的小丽 大美一把推开女人 拿起小刀打开了烤箱门 女人拿刀上来 还好警官及时进来 男人也上前反抗 被警官一个反轴机 再来一个冰箱碰 便干翻倒地 嘴巴子都干歪了 大美成功救出了小丽 随后的日子 小丽就住进了大美的家 可他们刚相处不久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大美的男朋友好帅 半夜里接到一个噪音电话 然后耳朵就奇痛无比 他用力一掏 居然掏出一只大马蜂 就在下午好帅 才跟女孩小丽说过 自己一生最害怕的 就是这种马蜂了 他小心翼地将马蜂 放进马桶冲走 不料从他耳朵里衣服里 爬出来更多的马蜂 吓得好帅一顿烂打 终于再用马桶冲走一批 不料好帅一回头 发现背上衣服上 爬满了一大堆马蜂 好帅吓得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 丢进一时 关上了玻璃门 望着最可怕的马蜂 满屋子飞 好帅快崩溃了 可是马蜂依然没有停止 直接一只只马蜂 从他的眼睛里 笔孔子里钻出 嘴巴里变出一大把一大把 好帅快要疯了 努力地挣扎了一下 摔倒在马桶上 便走了 另一边小丽的同学 半夜也接到了一个噪音电话 挂完电话 男孩就拿着铁锹上楼 进入了父母的房间 梁夏戈尔夫 就送走了父母 男孩说 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因为半夜 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没过几天 警官告诉大美 已经核查出来 好帅出事 和男孩父母出事的 那两个晚上 电话都是从大美家打出来的 不仅如此 男孩还告诉大美 电话那头 是一个深沉的男人的声音 大美这才意识到 这一切一定是小丽 这个女孩带来的 无奈之下 大美找到了那对夫妻 他们居然说 女孩身上有不干净的东西 必须马上杀掉这个女孩 回到家中 大美赶紧将自己家的门 安上了螺丝 可是越恐惧就越慌乱 一颗螺丝掉在了地上 打开一点门缝 大美伸出右手 往地板上摸着 一抬头 女孩小丽 正披头散发地站在跟前 大美赶紧关上门 闭上了好几道锁 半夜里和她猜想的一样 果然传来了女孩的敲门声 声音非常的大 碎块吓得拿螺丝刀 缩成一团 她大声地嘶吼着 给我走开 突然前门禁止了 她听到衣柜里有声音 打开衣柜突然看到 回声发声的那个女人 于是吓得连梗带爬 一路狂跑 跑到了一辆公交车上 再回过神 公交司机告诉她 门外什么都没有 她站起来朝车外望去 果然空空如也 难不成是自己的幻觉吗 可是第二天晚上12点钟 大美又听到了敲门声 她赶紧利用橱柜和床 将门堵住 可却传来了更加剧烈的敲门声 力量非常的大 敲到门都快要崩裂了 格斯蒂立刻刻地被支出 原门带床 慢慢地移动着 被推着走 她已经顾不上脚上的疼痛 在狭小的空间内 大美只能躲在床底下 女孩捡起工具 走到床边 将其插在了床板下面 低下头来 开口说 我要继续得到你的母爱 大美不敢回答她的问题 女孩则以一种很奇怪的姿势 爬到了她的身边 大美为了保命 也只能暂时答应她的要求 大美往杯子里倒了点东西 她想先将女孩弄睡着 看到女孩昏睡后 大美立刻用绳索将门窗锁死 并给整个房屋浇满了汽油 然后一根火柴扔向了地面 望着整栋房子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大美刚要松一口气 猛一回头就发现 女孩小丽正朝她走来 女孩牵着大美的手说 你有点过分哦 大美吓呆了 富波罗过来问她有没有事 她也不敢再说半个字 然后大美开车说 带小丽去一个有惊喜的地方 此时的大美终于清醒了过来 她猛的一脚将油门踩到底 女孩也太子害怕了 原来她的手段是利用别人的恐惧 从而产生幻想 恶魔就是害怕无惧恐惧的人 害怕将会比她更狠的人 大美全力加速穿越铁栏杆 直接将车开进了河里 最终恶魔小丽限制了原型 葬身何底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七宗罪 恶魔小丽只是放大了我们平时 对爱的渴望 愿人间到处都充满关爱 愿你的心中不会住进恶魔 我是八戒 喜欢的关注 谢谢